今天来到10点31分 观众朋友早安你好 回到股东前朝 我是明乐 持续陪你来掌握 目前盘面最新的变化 大盘指数呢 今天是开高走高 向上反攻 也正式的收复了月线的一个反压 目前来到今天开盘来的高点 上涨82点 指数是站上了10746点 刚广告时间看到 买单点火的是2332的友训 网通股在刚刚突然出现了 极单拉抬股价 来到今天盘中的一个相对高点 2888的星光晶 近期一直是盘面上量大的人气指标 在刚也再度出现了 积极买单点火 1710的东联 在此刻也出现了多单 今天带动大盘收复月线的最大工程 包含了世界先进 环球晶尖在创挂牌高 稳貌国泰晶 国泰晶尖也创本波的新高 维新中寿上瓶雅德克KY 富邦晶尖也再次的 似乎要跟国泰 展开了比较效应了 可承开发金华航 都是带动台股收复月线的工程 元大金 星光金 联电 中信金 仁宝 南亚科 长欧航 还有甚至连台积电跟鸿海 都在今天早盘 恢复了上工的动能 怎么做今天盘式的掌握跟观察 我们要赶快请教我们现场 万保头顾的蔡明璋总监 蔡总早安 明璋大家好 蔡总我们看到这两页里面 其实大概有三分之一 都是金融股 今天看到虽然电子股也恢复了元气 像是细晶元族群 像是LED族群 今天的攻势都相当强 可是金融股连续几天 它的一个成交值 占台股都是很明显在网上来做增温的 那其实上个礼拜金融股单周的成交值就有200多亿 创下11月来单周成交最高 金融股现在还在攻 目前看到金融类股指数是拉出一根带量的红K棒 它身上具有很多的优势 除了低本益比低股进比之外 夹带美国现在进入到升息循环 金融的松绑还有最近看到很多金融法说都说 今年在海内外股市的投资暴喜 所以金融股真的是一吐闷气了 昨天你提醒大家的国泰金还有星光金 今天的股价都呈现续墙的一个攻势 怎么观察接下来的选股方向 金融跟电子要怎么做比重布局 我们切两个部分来谈 回顾了今年 其实这个大盘不管是集中或电头都是电子股 那瓶盖为主的全值股 拉动了今年的胎股 站上万点缔造了万点的记录 一百多天历史最长的时间 但是这个时刻开始来换档 我们盘面看今天一开盘还是电头强 然后电子股是什么LED 对不对 金电先攻 但是现在整个上中下游的LED 都全部大涨 甚至最上游的你看兆元 其实它没有EPS 但它有一个优点便宜 所以我讲过现在内支在主控 因为礼拜四感恩节 美西的外支恐怕进出的手笔会比较小一点 所以内支在主导 内支会看大做小 这个类股 这个产业最大的我挂在那个地方让你们看 放心很好 但是我真正下手的是小的 小的低价低机器 那现在还融创也一度掌停板 是 MicroLED 这个老实讲这个都是未来式 所以现在LED整个产业链 今天的攻击 这一看就是内支 再过来你可以看到矽晶元 环球晶现在又创高 这个是大的环球晶是大的 最高价我挂在那个地方让你们心安 但真正其实它是什么 它跑到累金 对不对 最近的这个汉累加金 这个低价的活蹦乱跳 这是一个面向 要不然我就是集团当中给你做补涨 你说台积电有集团吗 有啊 台积电已经涨那么多 创意涨那么多 但有一个没动 世界先进 世界先进 其实世界先进今年的状况 没有往年那么好 但世界先进你看 我们拉长时间来看 就台积电在标的时候 世界先进没有动的 创意在标的时候 世界先进也坐能板凳的 但是现在轮到世界先进 你看今天已经直逼涨停了 它哪有那么伟大 补涨 因为它还是以这个 这个八寸的这个经验为主 这个并不是现在的这个主流 所以补涨的情况 但是刚才明天要停过 指数今天一路开盘就普普 突然拉起来 我们来看一个表 换全职股换人了 换到金融股里面最力量最大的金控 而且是受险金控 我们先看一下 星光金这三大受险 你看第三期的EPS 我强调这个是智捷 因为金控的财报是比较晚发布 这是它智捷的第三季是0.88 一季 因为第三季是股息的入季的旺季 它第一季亏 然后扭转过来以后 前三季是1.03 我们特别提醒大家 星光金 它今年可能会挑战这五年来 年度的EPS新高 上一次是在五年前的1.1 第一季不要亏的话 那有可能会过关 所以我们看到 外资针对这一档 本来都普普的 它光9月份以来加码 买超已经达到25万张 昨天一口气你看那一根 6万张 一天6万张 外资也觉得说 开始要换一下档了 还在买电子的瓶盖全职股吗 拉起来 现在马上感恩节 接下来圣诞节 你要提前当圣诞老公公吗 拉起来让套牢的人解套吗 天底下 没有人做这种慈善事业的 我就开始会转进别的股票 那你看EPS0.88 我们再看富邦金 第三季是2.49 前三季4.2 国泰金第三季是1.7 前三季3.81 观众一定 没有FU 那我对比一下 你最爱的两个瓶盖的组装 我们再回想一下 鸿海第三季多少 1.2 核硕多少 1.4 你去对比 鸿海核硕1.2 1.4 结果富邦金是2.4 我还赢你一块 我这个国泰金也赢你 1.72 对不对 你会不会对比一下 大家来比 超级比一比 今年大家都买这些瓶盖的组装 那现在 原来这两家金矿 两家金矿到现在 这个今年的投资绩效 就是涨幅都还输大盘 大盘涨了15% 但是今天你可以看 国泰金已经做了一个 而且这个 反正这个应该一整年 你看那个K 我们导播特别给你看那个 2016的年底 一路到GNC 过了一年 你看这个K 都在盘整 这一根扭起来 对 突破了 突破 像这种股票不可能人为的 一定是有获利的 但是我们来看一个重点 现在变成国泰金股价 还超过护邦金 这是六年来 2011年以来 首度的国泰金 超越了护邦金的价位 但是你去看EPS 不对喔 国泰金前三季13.8 护邦4.2 国泰金似乎还少了一点 为什么它高 因为组织的调整 我们来看一个公报 这个没有时间讲得很彻底 但你一定要知道 IFRS就国际会计准则的第九号公报 明年20181月1号要上路了 那个真的很难 但我们直接讲 因为我们股票投资人 我们看这个股票投资 它有四大影响 股票的投资 它在被公出售的这个部分 现在是卖股票就进入损利 EPS跳起来 股票就拉起来 对不对 但是明年开始呢 被公出售 被公出售我补充一下 就是你要长期投资的 股票获利只能放在禁止的下面 不能认列获利 但是什么可以认列 你领到了股息 那授险公司 我们知道 我们这三大授险公司 投资台股的部位 应该有一兆喔 所以我把它称为 我上个礼拜在新闻网的节目讲说 影响台股的第四只手 那三只手 大家知道嘛 三大法人嘛 第四只 授险 你知道今年大力光谁买 国售买 他买超的这个张数呢 2200多张 到10月底 超过所有外资的总和1600张 一丁受险金库 打败所有的这个外资 那剩下什么 可乘他是第一大持股 他比洪水树家族还多 他有4万张 伪创什么一大堆一拐股 那现在信光金说我要高值利率 所以未来他们都会买一些高值利率的 你有保握的话 你刚开始就要先讲 我是交易为目的的 交易为目的就是短期投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要知道 未来你可能多留意一下 国内的这个受险金控 对台股的影响 好 在金融股点火带动之下 其实呢 刚有很多的大型龙头股都在动 包含了台泥 包含了人保 尤其联电 尖盘中的攻势是相当的猛烈 联电现在是来到尖盘中的高点 另外呢 平代股也有在往上攻的 鸿海在刚出现了一波的买单 2367的药华 苹果的PCB供应链 现在股价也向上拉高 来到尖盘中的高点 蔡总你刚刚有点到 今年的万点行情 是苹果概念股带上来的 但是最近的资金在转向 苹概股到底还有没有机会呢 其实今天有触控双雄TPK 跟夜城都有利多 按照过去有这么样的一个 接单的一个利多 GIS 夜城或TPK 应该至少要涨个半根左右的一个幅度 把股价位阶又这么低 那到底这个明年要重返 iPhone触控感应贴合 供应链的一个利多题材 能不能够带动触控双雄的股价 继续反弹 对 我今天就故意 把这个新闻调出来 我就是要看这两家股票 少说明乐讲的对 今天没有涨停板了 至少要涨个半根了 5% 有没有 我们看陈宏 一爬 GIS 一爬 有点冷 为什么 我告诉各位 因为明年涨的股票 不会是这些 他今年反映过了 他未来可能在一个上下的区间被交易 被交易 但人家国售今年是布局的大力光 可诚是什么呀 是被公出售 就是他是要做长头的 那个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看老实讲 你说这个 这个很好 现在是FORCE TOUCH的贴合 明年的话 他是这个OLED 这本来应该三星的这个越南厂做的 OLED版本的触控感应器的贴合 多了这个业务 当然我EPS这个大家都知道 都很散的 但是问题是怀疑过 我们再看下一张这个触控 你可以发现 其实太有隐忧 有人不讲这个部分 当然iPad不能跟iPhone比 但是你看 现在GIS还是触控这个面板贴合的第一供应链 第二供应链被欧辉光 欧辉光昨天大涨 在大陆大涨 是第二个 所以红潮还是紧追 加加减减 所以你说现在当然有一些瓶盖 已经又拉起来 什么郁金光什么 但我跟各位讲 真正市场主軸 就是我要做一个比较长的波段 可能不在这个地方 是在我们刚才讲过 现在被三大受险金控这个重金一兆的台币 砸到了台股 而且我都还没有跟各位讲 我们那个税改还没有通过 对我们观众是小股民 你那个税改抵税 你可以并入中国所税 你有8万台币的扣抵的上限 8万 那你会去买那个高值率的股票 所以现在更多的那个传产会被点火 比如我们讲 你从来不看的中商 那你说中商 基本没有闹 但它现在才动啊 对不对 这个都是要点火慢慢的往外扩散 所以有一些传产有料的股票 会利用这个地方起来 那这种股票它有一个优点 就是说我没有筹码的干扰 但是你那些瓶盖拉起来 你就要跟另外一批先前套牢的人 在那边躲空对账 那就很辛苦 而且题材已经老实讲 大部分人都知道了 好 所以呢 资金是不是有一部分是转向了金融之外 还有传产在点火 昨天蔡总有提醒大家 有很多的非电子股要陆续的召开法说会 帮大家来会整一下 昨天召开法说会的传产跟金融指标股 全部都是好消息 今天纺织股有在动 包含了EG类股 包含了家公司类股 因为莉莉跟立鹏昨天是召开了联合法说 莉莉说呢 因为日本的宝特瓶需求非常的夯 第四季的毛利率会回升 利鹏则是说呢 第四季因为CPO的报价还在涨 第四季他们的产品报价是一涨难跌的 所以打算要跟客户说 逐单够料 你可以接受我的报价 我再接受你的订单 再去采购原料 那製协业的预期呢 也说订单能见度持续的增加 东南亚的产线要扩充 广华做汽车零组件的 也说今年呢 转投资都陆续的转赢了 第四季是处在旺季 而且明年是持续的乐观 那台新金昨天也有开发说 台新金今年前三季是稳健成长 明年要继续推动证券的并购 菜总我们观察 昨天召开法说的传产跟金融 其实今天股价也都蛮强的 对 明特老实讲 上市柜公司已经快到2000家 你不出来作秀 人家还不知道你的存在 忘记了 对 这跟我们那个政坛一样 你不常常做一些动作 霸占主席台的话 人家还忘记你这个民意代表 对 所以啊 市场的确今年 全部都摆在这个电子嘛 那你传产这些灰电的 你就要出来法说 刷个存在管 然后告诉人家这个利多 你的股票才会反映 而我现在了解 我相信很多的这个内置的法人 都在瞄准这些公司 但是要看你自己怎么讲嘛 所以你可以看 比如莉莉她讲了 她做了那个什么 这个BOPA 这个毛利率很高 这个都是国外进口的 像我们吃的零食 外面那个带子 就是这个 明年第一季就量产了 对不对 他就出来讲这个 再我们看一个 时间不够 我们看一下预期 对不对 那明明这个公司就很好 第三季EPS掉下来 是因为它扩厂 要提炼那个费用 到明年这个第四季的话 全部在越南跟柬埔寨都完成 那获利很好 前三季就大赚4块4 那也可以配息啊 它配息也很稳健啊 对不对 所以今天可以看到 那种低基期的股票 比方化千 我们认为明年会不错 今天你看 已经有人涨快7%了 对不对 2% 你这种东西都不注意的 那为什么不注意 因为他们没讲 他们现在跟告诉你 我有料 那请你注意一下 所以我也听到一些这个消息 现在很多的法人 其实在写研究报告 这个开始转到这些 大家不注意的一些传传 好的 谢谢蔡总在今天针对 特别是法说会的内容 还有金融股未来的一个操作方向 新的政策 都帮大家做了详尽的解读 跟说明了